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035集 怎么可能会亏 夏小兰要是修一个亏本的楼盘出来 她觉得自己可以抹脖子上吊了 王后林不懂要怎么操作 是因为王后林的想法还没改变 建工集团替单位修宿舍楼并不太赚钱 也就是成本架上略赚一点 在改革开放以前 所有的公家单位都是这样 优先要保证的不是单位的利润点 反正国家不会让大家活不下去 有什么好竞争的 夏小兰搞房地产开发 确实要赚钱的 她把房子卖得贵 自己也不会有心理负担 能在80年代中期 在鹏城买商品房的 能是普通老百姓吗 不是香港人就是改革开放 先富起来的少数内地生意人 赚他们的钱 夏小兰有啥好心虚的 所以 房子是要赚钱的 不可能向建工集团给其他单位盖宿舍楼 最终只收个成本价 浪费面积造景 牺牲楼层总高来获得最佳居住体验 这些成本总归还是摊在购房者头上嘛 王后林不明白没关系 只要王后林愿意按照她的想法来 金沙池这块地是狭长型的 小区的大门肯定靠近主路 左边是高尔夫球场 右边是香蜜湖 中间再有点中庭造景 同时有绿化点缀 那不管是哪个方向的视野 警官都非常有看头 我们修一梯两户的房子 一共是五层楼 一楼呢 带车位卖 车位安排在地下室 顶楼带楼顶花园 五楼以下都是正常楼层 五楼以上呢 可以加盖一个小阁楼 变成月层大户型 幸亏夏小兰一边说 一边还在纸上画 要不这些概念 能把王后林绕晕 王后林必须集中精神 才能跟上夏小兰的思路 毛康山一直没说话 显然想让夏小兰 把想法阐述清楚 夏小兰停下来喝水 王后林摸了摸后脑勺 夏总啊 你这样修 这是小洋房 小别墅啊 夏小兰笑笑 别墅不敢当 算是小洋房住宅吧 早知道看上的地会这么火 夏小兰还真想修别墅 金沙池这个穴头太好了 唐元月都想买下地盖别墅 想来修建个几十套占地200平方米的小别墅 卖给香港人 赚的钱也不少 只是他在唐红恩面前说 是盖普通住宅 这时候又说盖别墅 总归是不太好 别墅取高喝寡 在民间的影响力小 这时候创业成功的内地百万富翁有多少 大户型的别墅 可以说内地经商的个体户 绝对承受不起 100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就不同了 最终住进小区的 有香港人 也会有先富起来的内地个体户 毛康山把夏小兰随手画的草图仔细看过 夏小兰可能基础不牢靠 没办法独立绘图 也拿不准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但他总览全局的能力非常强 他这样随手画出来的东西 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当了夏小兰老师后 毛康山总算知道 所谓夏小兰设计了南海酒店的装修方案 他就是个动嘴的 真正辛苦敢搞的 是宁艳凡工作室里的人 宁艳凡的人 也只配给他小徒弟打下手 也不是不能赚钱 看房子卖什么价位吧 毛康山的话更有说服力 王后林也专心看起夏小兰的构思来 金沙池挖出了金沙 这块地已经成了蓬城市民晚饭散布后的首选地点 甚至大白天和半夜也有人过来 沾一沾风水保地的吉利是个原因 还有人想来金沙池捡漏的 说不定能在池子里摸到金子呢 葛剑不得不让人守在池边 还真怕有人拿着锄头在池里乱挖 这是给将来的施工增加难度 挖得千疮百孔的 还要去填补多麻烦 派出所也派了人在附近巡逻 就怕发生之前的轰抢事件 藏起来一点金子是小事 要发生人员伤亡 大家都不好交代 周围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福田街道办建议启航公司 快点把围墙修好 有道围墙 再配置两个巡逻的保安 总能拦一拦好奇的人群 不可能一直让派出所的公安 给金沙池当守卫吗 围墙正在修 现在夏小兰和毛康山等人 是待在临时搭建的宫棚里 四面都通风透光 就是简单的四根柱头 屋顶能遮太阳和雨就行 宫棚里摆着大桌子 兑满了各种工具和图纸 夏小兰说的口干舌燥停下来休息 却见一群人浩浩荡荡 敲锣打鼓地走来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公安把人拦下 领头的罗耀宗抹着泪 我们不闹事 就是这里挖出金沙 我爷爷被刺激的厉害 当天就倒下来呀 这现在一天比一天情况差 他想多看起来这块土地 这要不走了 都不闭眼呀 罗耀宗身后几个村民 用木棍和床单绑了简易单架床 单架床上躺着的人就是罗老头 公安面面相去 罗家的地卖给了启航地产 启航地产从臭水池里挖出了金沙 这块地的价值暴涨 别说罗家想不同 就连同意卖地的福田街道办和上部区 此时也后悔吧 不是后悔卖地 是后悔要价太低 听说金沙池的地价 已经涨到了六十万一亩 夏小兰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王后林大骂流氓无赖 夏小兰没有那么生气 姓罗的想尽各种办法想见他 今天是知道他在金沙池 罗耀宗把自己爷爷用担架抬了过来 老大爷是不是真的病得要死了 并不重要 反正别人看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想看金沙池 池子又跑不了 至于来这么多人吗 抬单架的人留下 其他人都散了 我就同意见罗家人 甘泉村还没搬迁呢 罗家这村坝 还是能给夏小兰添堵的 罗老头想见夏小兰的念头 没断过 心心念念要把这块地拿回去 今天总算堵到夏小兰了 哪肯轻易放弃机会 他躺在单架上 费力让村民们散开 只剩下本家几个走得近的侄子 和亲孙子罗耀宗 夏小兰走过去 罗耀宗腿肚子就在颤抖 他真是害怕这个女煞星 尽管每次动手揍他的人 都不是夏小兰 但夏小兰就是罗耀宗恐惧的根源 罗老村长 你这样病奄奄的 想赖在我头上 说实话 我肯借你这一面 全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 尊老爱幼 是华国的传统美德 你要见我到底有什么事 不妨现在说来听听 单架上的老人睁开眼睛 死死盯着夏小兰 你这个女仔有本事 偷走了我们罗家的 风水宝地 就这样算了